欢迎大家来到牛客网程序员笔式面试专题讲座 我们本期讲座的内容是与大数据有关的内容以及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有一个包含20亿个全是32位整数的大文件 请在其中找到出现次数最多的数 但是内存限制只有两计 想要在这么多的数中找到出现次数最多的数 通常的做法是使用哈希表对每一个数做词评统计 哈希表的k是指具体某一个整数 value是这个整数出现的次数 那么就本题来说一共有21个数 哪怕一个数出现了21次 我们用32位整数来表示它出现的次数的话 也不会产生一出 所以哈希表的k我们设计成整形 需要占用四字节表示具体的一个整数 value也用四字节的整数表示次数 那么哈希表的一条记录保守估计需要占用八字节 当哈希表记录数为2亿的时候 它已经占到1.6G的内存了 但如果20亿中所有的数都不一样 那么也就是说哈希表可能会产生21条记录 这样的话内存就会不够用 所以一次性的用哈希表统计21个数 这种办法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可能会导致内存的超出 那么这道题的解决办法是吧 包含21个数的大文件中的每一个数 用哈希函数分流 将大文件分成多个小文件 假设为16个小文件 根据哈希函数的性质 同一种数不可能被哈希到不同的小文件上 同时哈希函数对不同的数分配是稳均匀的 所以每个小文件中 不同的数也一定不会大于2亿种 然后对每一个小文件用哈希表来统计每种数出现的次数 并且此时肯定不会溢出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16个小文件中各自出现的次数最多的数 以及每个最多的数对应的次数统计 接下来只要选出这16个小文件各自第一名中 谁出现的次数最多即可 这道题其实体现了大数据题目的一个特点 通过哈希函数不断分流来解决内存限制或者是其他限制的问题 我们知道32位无符号整数的范围是0到42亿多一些 现在有一个正好包含40亿个无符号整数的文件 所以我们知道在整个范围中必然有没有出现过的数 那么现在最多只能给你10兆的内存 请找到任何一个没有出现过的数即可 那么该如何找呢 首先如果用哈希表来保存出现过的数 那么如果40亿个数都不同 则哈希表的记录数为41条 每一条需要占用四字节 因为要保存一个32位的整数 所以最差的情况下需要160亿字节 大约需要16G的内存 这个是明显不符合我们的内存限制的只给10兆吗 然后再来看看用bitmap的方法 申请一个长度为2的32次方的bit类型的数组 像我们现在案例1里面介绍的方式一样 一个比特费代表一个整数是否出现过 那也要占用500兆的空间 依然不符合我们的内存要求 现在只有10兆的内存 但也只需要找到一个没出现过的数即可 首先0到2的32次方 这个范围先平均分成64个区间 然后统计每个区间上的数出现了多少次 因为32位整数一共有42亿多 而文件中我们已经说了 只有40亿个数 所以必然会出现某个区间上的次数统计 小于区间大小的情况 我们只要找到一个这样的区间 其实就已经知道 在这个区间上肯定少了某个数 假设这个区间为A 接下来再便利一遍41个数 此时只对区间A上的数 用bitmap做次平统计 需要占用的空间为500兆除以64 也就是差不多8兆的空间 这样其实就可以找到 那个没出现过的数了 因为我们只要找到一个即可 下面我们系统总结一下 我们刚才的方法 首先根据内存的限制 确定统计区间的大小 进而再去确定要分多少个区间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之所以决定 把区间分成64个 是因为我们先算算10兆的bitmap 可以表示多大的区间 然后用2的32次方 除以这个区间的大小 来决定到底分多少个区间 二利用区间计数的方式 找到那个计数不足的区间 那么这个区间上肯定就有 我们没出现过的一个数 三对这个区间上的数 利用bitmap找到一个没出现过的数 即可 某搜索公司一天的用户搜索词汇 是海量的 假设有百亿的数据量 请设计一种每天找到最热的 100词的可行办法 那么最开始的做法 还是用哈希分流的思路来处理 把包含百亿数据量的词汇文件 分流到不同的机器上 具体多少台机器 由你跟面试官的商量 或者面试官的规定来决定 以及一些内存限制或者硬含限制来决定 对每一台机器来说 如果分道的词汇量依然很大 比如内存不足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可以再根据哈希函数 把每台机器上的分流文件 拆成更小的文件来进行处理 然后我们处理每一个可以处理的小文件 哈希表统计每种词以及频率 哈希表建立记录 然后便利哈希表 哈希表便利的过程中 我们使用大小为100的小跟堆 来选出每一个小文件的top100 每一个小文件都有自己的词频的小跟堆 将小跟堆里的词按照词频排序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每一个小文件排序后的top100 然后把各个小文件排序后的top100 进行外排序 或者继续利用小跟堆 就可以选出每台机器上的top100 那么不同机器之间的top100 可以再根据外排序 或者继续利用小跟堆 最终求出整个百亿数据量中的top100 也就是说对于topk的问题 除了哈希函数分流 和用哈希表做词频统计之外 其实还可能会用到堆结构 以及外排序等等手段来进行处理 工程师常使用服务器集群 来设计和实现数据缓存 以下是一个常见的策略 一无论是添加查询还是删除数据 都先将数据的ID通过哈希函数 转换成一个哈希值 假设计为key 二如果目前机器有n台 则计算k对n取模的值 这个值就代表数据所属的机器编号 无论是添加删除还是查询操作 都只是在这台机器上进行 请分析这种缓存策略可能带来的问题 并提出改进的方案 那么题目中描述的缓存策略的潜在问题是 如果增加或删除机器时 代价会很高 所有的数据都不得不根据ID 重新计算一遍哈希值 因为对n取余这个操作实际上已经失效了 原因是机器数变化了 当然n也就变化了 所以只能将哈希值 对新的机器数进行取模操作 然后还要在各个机器之间 进行大规模的数据迁移 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一致性哈希的算法 这是一种很好的数据缓存的设计方案 我们讲说数据ID通过哈希函数 转换成的哈希值范围是0到2到32次方这个范围 现在呢 我们可以将这些数字首尾相连 想象成一个闭合的环形 那么一个数据ID在计算出哈希值之后 可以认为对应到环中的一个位置上 接下来想象有三台机器也处在这样一个环中 那么这三台机器在环中的位置 根据机器ID计算出哈希值来决定 那么一条数据如何确定归属到哪台机器呢 首先 该数据的ID用哈希函数算出哈希值 并映射到环中相应的位置上 然后顺时针的找寻离这个位置最近的机器 那台机器就是该数据的归属 我们在图中看到 data1根据其ID计算出的哈希值为K1 顺时针的第一台机器呢 是Machine2 所以data1归属在Machine2上 同理data2归属在Machine3上 data3和data4都归属在Machine1上 那么如果现在我们要想添加一个机器 应该如何处理呢 假设有两台机器 M1和M2 有三个数据 data1 data2 data3 数据和机器在环中的结构 就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 如果此时想加入新的机器 M3 并且已经算出M3的机器ID 处在M1和M2 右半侧的环中 在没有添加M3之前呢 从M1到现在M3的位置上 这一段呢 实际上是归M2来掌管的 那么在添加M3之后 则统一归属在M3上 同时要把这一段旧数据从M2迁移到M3上 由此可见 添加机器时的调整代价和数据迁移的代价是比较小的 那么在删除机器时呢 也一样 只要把删除机器的数据 全部复制到顺时针的下一台机器上即可 比如 在图中要想删掉机器M2 M2上有数据data2 那么只要把data2全部迁移到M1上即可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